新古典的空間呢 一直是深層的觀眾朋友 所喜歡的風格之一 不過我們有發現喔 如果今天買的房子 是會在台北市這種市區的話 那新古典的空間 通常會做出比較淺色系 因為它會有放大空間屏數的效果 但是今天我們要看到的是 會在桃園移動透天六層樓的別墅 所以屏數大小的問題就不用擔心了 因此呢空間當中 我們可以呈現屋主所喜歡 用深色來表現新古典 這樣的空間其實走進來 心情上會有另外一種沉澱的效果喔 位於桃園地上六層 共一百四十一屏的透天別墅 設計師林楊 為喜愛英式古典的屋主 打造出質感細膩的 沉穩深色空間 深色的古典風格喔 其實在一般的空間當中 我們會看到 但比較少見的是 今天的屋主很明確的告訴 這個林楊設計師 我就是喜歡這樣子的感覺 對啊 一開始在跟我溝通的時候 他是希望說他的家能夠呈現 然後比較像英式古典那種感覺 它裡面的顏色就比較深層一點點 所以這個其實我一開始就找了蠻多的圖片 然後再跟這個所謂的女主人在做溝通 那其實溝通到兩三次之後 我才發現到說原來他要的木頭的顏色 是要到這樣的一個深色的一個程度 聽說這個因為女主人他很清楚自己要什麼樣的東西 再加他的深色比較細膩 所以今天的空間當中 觀眾朋友可以看到一些很細膩跟很細膩的工法對不對 對 它必須表現在哪些地方 古典的風格裡面一定 難免脫離不了一些所謂的線板 那再者就是說 我們現在包含到所謂的裸空板 這些雕花的這些東西 它都不管就是說在木工的部分 或者是油漆的部分 這個都會去強調它比較細膩的一些做法 比如說像烤雞啊 或者是說我們在木工的部分的一些收邊收尾的部分 這個在這個案子裡面可以看到一些細節 然後去表現出來 好 那最後因為我有跟觀眾朋友說過 今天這個是一個透天六層樓的別墅 所以他不會在乎說空間一定要放到多大 所以深色古典很沉靜 那你空間的配置怎麼去分配呢 在地下室的部分 它其實就是一個車庫 在車庫裡面 我們是幫他弄了一面非常大的一個鞋櫃 他們家人的一個需求量還蠻大的 那在一樓的部分就是 比如說像我們現在坐的位置啊 它就是客廳 那我還有一個景居室 客廳景居室跟一個休閒的空間 這是客廳的部分 那二樓的部分最主要有所謂的餐廳 廚房那再加上它中島 放在一個中島一個區塊這樣子 所以它的餐廚空間就是 完全放在二樓的部分了對不對 對 喔 OK 因為它在餐廳那個部分呢 它其實空間夠大 所以它其實還有一個所謂的 瓶酒區 還有一個瓶酒區的部分 好 那再上去三樓的部分 最主要整層就是它的主臥室 主臥室 OK 就主臥室 那在四樓的部分呢 四樓部分其實它就是一個 所謂的算客房 但是以後這個是 準備給小朋友住的 所以它其實四樓的客房 跟主臥室一樣吧 喔喔 同時一樣 OK 因為我們說六樓嘛 四樓 那應該還有一個五層樓 對 五層樓加地下一層嘛 對 那第五樓的用法是 五樓基本上就是兩個房間 目前來講就是兩個小朋友的房間 兩個小朋友的房間這樣 那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今天這個比較沉浸 然後讓心情可以沉浸 這邊的深色性古典空間